光是自然界的信使,携带着波长、强度和偏振三个基本特性。 我们的视觉系统虽能感知光的色彩和亮度,却难以捕捉其偏振的微妙变化。 然而,偏振成像技术的诞生,如同打开了一扇新的视窗,让我们对目标的探测和识别能力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日,记者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获悉,该院团队研发的高精度偏振相机,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偏振计算成像,它是新一代的光电计算成像技术。 它主要是可以获取强度、光谱、偏振为信息。 相比于传统的那个相机,它可以多获取一维偏振信息。 然后我们做的这个偏振相机,它也是通过同时获取目标的那个多个偏振态,对目标进行成像。 然后它这个偏振的话,它有一位特性就是它的穿透性比较强,在大气界这种和水下环境,它具有较强的一个穿透性。 据科研团队介绍,在高温、强光、浓烟、粉尘、水下等强散射复杂环境下,传统光电成像技术往往力不从心。 而高精度偏振相机通过拓展视觉信息的维度,在穿烟透物、凸显目标、揭示真伪等方面展示出显著优势。 为复杂场景下,透视成像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用它在进行在冶金领域,就是高粉尘环境下的冶金领域和水下成像以及透物成像。 然后我们这些产品可以应用在一个是水下相机,就是水下成像。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用在一个透物上,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在一些港口。 因为海物它是海边的话它物比较大,就是经常出现海物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方面应用。 技术团队通过不懈的研究与创新,克服了传统偏振相机在体积和成本上的局限。 最初的实验装置体积庞大,成本高昂。 而现在的偏振相机已经能够缩小至手掌大小,实现了小型化和集成化,大幅降低了成本,为未来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这个偏振相机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小型化的一个进行,然后未来我们这个也可以进行一些超表面的一些技术, 可以把这个偏振做到探测器上面进行,也就是说芯片化。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做到很小的一个程度上,然后就是一个是降低成本,一个是小型化。 最后我们再也是可以应用到一个车载,就是现在的那个无人驾驶等方面。 偏振丞相技术团队由一群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科研人员组成,自2004年踏上探索之旅,至今已有20年的深厚积累。 这支团队不仅在技术研究上不断突破,更在产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偏振丞相技术是我们国内目前大力弘扬的新制生产力的技术的一个典型代表。 未来我们团队将在拓展偏振丞相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典型的应用和示范推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